上期地计划正式开始 拓海赢了两场比赛而起见被skip了两场 大家好我是全叔 本期关灯杀来了 在酒井和大灰输了之后 东堂熟毕业生现一职业车手之一 管智幸就回来了 其实大灰在比赛前给智幸打过电话 当时智幸觉得大灰不会输 如果大灰输了那他会出面帮忙 漫画里他回来之后就直接开大灰的车刷记录 智幸只开一圈就把拓海的下山记录给刷了 这段应该是为了体现职业车手的实力 难得正当大家以为智幸是回来复仇时 智幸却表示他对业余比赛没有兴趣 如果大家真的要为东堂熟长回面子 那就应该自己检讨训练颁回一层 而不是把一个职业车手推上台面 之后智幸就去见了东堂熟长 东堂首先获达地表示 这次的失败是一个很好的教训 在车手的生涯中肯定会遇到各种瓶颈 比如智幸你现在就遇到了瓶颈 智幸则说职业比赛比的是资金 没钱没好车没成绩导致团队氛围差 场子以往就是一种恶性循环 然后东堂就跟他讲 其实问题出在你身上 你要不要比一次公路赛啊 虽然我以前说职业车手比公路赛很傻 但我好歹也是要面子的而不是 是你可以从中寻找你的答案 另一边文泰试了一下新调教的86 他是很开心有人帮忙调教又不用花钱 于是他把86给了拓海 他自己则打算再搞辆新车 另外当文泰得知拓海比赛压力比较大的时候 他有开导说人和车子都会有极限的 这样想或许会轻松一点 隔天东堂叔就向D计划发起了挑战 梁介没有犹豫的接受了 晚上经一好心打电话提醒梁介 人家这次上的是职业车手管智信 如果一定要比那里最好自己上 毕竟管智信算得上是东堂叔的传奇人物 而此时智信正在试车 他用的是东堂商会的展示车也是1K9 大回他们看完之后都觉得 这简直就是不同次元的技术 试完车之后智信还说不错不用调教 但东堂表示你不要给我放水 就当做是职业赛区比 我要看你现在的全部实力 因此智信提出希望调教程在路弯的时候 能够让后轮多滑行一点 另一边86的引擎盖终于换了 这是以轻量化为目的的碳纤维引擎盖 根据梁介的建议 86先以车头减重为优先 当然这些也都是全部免费的 随后梁介拿出了赛道录影带 这次是上下坡都有的复合赛道八方圆 梁介还特别说明对手是职业车手 他听到职业车手起见脑袋一乐 他认为这种情况肯定是派他的FD上 毕竟前两场比赛都被剪掉了 而且FD的动力也比86更有优势 结果梁介却表示 一切都要等到练习结果再说 事后在漫画里松本和10号也认为 综合各种考虑肯定是派起见上 到了练习那天 即使了解到低计划的赛前准备 已经跟职业赛车差不多了 智信依然没有心情去看他们练习 他到现在还是不理解 为什么东腾要他去比公路赛 不过既然对手是业余的 那他肯定不会输 晚上在地计划练习开始前 梁介用FC已经开过几遍赛道 但在练习开始之后 他说自己有点被搞乱了 为了赶临床病理学的报告 已经三天没睡的梁介决定先睡一觉 期间所有事情由10号指挥 练习时梁介憋了一股气 破海则与平常的表现一样 不过梁介指挥与不指挥的差别很大 原本车的配置一直没有定下来 而梁介醒来后 只在半晚用两个小时就搞定 接着东堂署的人过来了 这次是由东堂署长亲自带队 和D计划一样 他们也有自己的整备车 并且智幸还穿上了赛车服 这个第一反应肯定是土无归室的赛车服 可以看出智幸会认真对待 虽然展示车在直到会输给FD 但智幸已经想好对策并改了车 然而梁介这边决定的是由拓海出战 这一点谁都没有想到 毕竟按照练习成绩是旗介比较优秀 但梁介说没有时间解释了 他随后就让拓海上自己的FC 并亲自带他走了一遍山路 此刻旗介非常郁闷 干脆改名叫高桥拓海藤原旗介好了 一段时间后梁介回来比赛准备开始 这次的规则是并排出发 当86的引擎声响起时 东堂发现自己被摆了一道 之前想的对FD的策略都没有用 随后倒数计时结束 比赛正式开始 86起步加速后超了半个车头 第一个弯道是左弯 86处于外道 说明下并排出发的规则是第一计划提出来的 他们安排置信在起始那道的位置 不过第一个左弯是被86拿下 以驱动方式来说 由静止到加速 FR比FF更具优势 但置信有没有权力加速就不知道了 梁介这时开始解释 从起始到第一个弯道的权力加速 会暴露出车子的各项潜能 只要在后面留心观察 86的数据很快就会被看穿 拓海的技术不可能超过职业车手 1K9的性能也会比86好一些 那为什么要让拓海上呢 画面这时聚透了一只黄鼠狼 梁介认为拓海具备了一个 不输于职业车手的条件 讲到这里我们先听一下东唐的评价 职业车手对于时间的敏感度 以及平常练习的质量 都是业余车手比不了的 如果说驾驶技术有天赋之差 那无非就是有天赋的人会学得快一点 足以颠覆不懈努力的天赋并不存在 因此东唐笃定置信一定不会输 这就是职业和业余在经验上的差距 回到梁介这边 齐介生完闷气之后从车里出来 他谈成自己确实不爽 在反思过后他认为 自己一听到职业车手就头脑发热 在这种状态下是跑不出好成绩的 所以梁介才没有派他上场 梁介则表示这不是真正的原因 为了在低计划里完成最速公路理论 他选了两种方式对应两位车手 一位是把正式赛道的技巧 运用在山路上的正统型选手起戒 另一位是专修山路且带有主角光环 加上他老爸是天花板的特异型选手拓海 这次不选起戒完全是因为 智幸也是正统型的选手 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 同样是正式赛道技术 骑戒比不过智幸 但论及山路的经验和技巧 拓海是有机会引过智幸的 另外梁介开车带拓海跑了一圈 主要是为了让拓海看自己是怎么跑的 他希望拓海可以从中吸取经验 并直接运用在比赛中 解释完这些之后我们回到比赛 整条山路可以分为四个路段 第一段是没有中线的狭载路线 第二段是裁阔建完工的新路 虽然比较宽但实际的路况并不好 经过博右路的接缝处 车子就会晃动 智幸在观察后发现 拓海控制的还不错 86的车轮系统也改得不错 可他们看起来还是比较吃力 智幸越开越不懂 这样的比赛到底有什么意义 没多久他们来到第三段 从这里开始就是大下坡路段 智幸准备在四连发甲弯超车 精一他们恰好就在这里观赛 在第二个发甲弯时 智幸直接超过对手 拓海这时非常惊讶 这招看似平平无奇 实则暗藏玄机 他的名字叫消失的路径 刚才有一瞬间 1K9从86的后视镜消失 实际上是躲进了后视镜的死角 运用最短距离切入对方的路线 这是职业比赛常用的技能 而之所以选在这段路超车 是因为这里最像正式赛道 智幸还评价说 刚才那招非常漂亮 智幸此时打算在过桥前 刷新最快记录 过桥之后就是狭载的第四段上坡 只要在那时拉开距离 比赛就结束了 他有评价按照业余水平来说 拓海的技术还算可以吧 结果他上坡实际还没有甩掉86 这里是车子调价的问题 因为原本以为对手是FD 所以1K9调整了齿轮比 提升了最高速度 但这个传动比并不适合上坡的低速弯 外加拓海的换挡技巧非常娴熟 智幸要降两档过的弯 拓海只需要降一档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被超过后 拓海那大幅提升的集中力 他们很快就来到了折翻点 折翻点过后 着急拓海想到一招 在经过隧道时 他把车灯给关了 智幸出来之后 发现86从后视镜消失 但他却能清楚地听到86引擎的声音 此刻86竟然与内道和1K9并排 当86的车灯重新打开之后 拓海就完成了一次漂亮的反击 它是现学现用的消失的路径 这一下把智幸的斗志点燃了 但他并没有过于着急 而是刺激而动 从这里可以看出职业车手的素养 智幸的反超路段依然在四连发夹弯 在拓海过完时 智幸用1K9的车头 轻碰了一下86的后保险杠 这一下难度非常高 既要保证86不会打滑 又要使得对手浪出路线 在职业赛场上这是常要的事情 此刻距离终点只剩最后一段 拓海再次将车灯关闭 原本智幸以为只是关掉一下 结果拓海竟然一直关着 在夜晚的山路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 此刻拓海一直盯着1K9的前车灯 并利用梁界刚才教的路线形式 这里有两个很好的细节动画没讲 一个是因为拓海的关灯 所以智幸的路线稍微变了 变路线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拔流超车 但如果他维持原案的高速路线 在第二段路结束时应该可以抢到制胜关键 所以这里是拓海的关灯战术 稍微打乱了智幸原本的节奏 另一个细节是 当比赛进入最终路段时 起届主动要去欢迎拓海 他觉得这场比赛虽败犹龙 同时酒精也说 和地计划比赛收益良多 不过马拓海并没有放弃比赛 在倒数第二个温道时 有一只黄鼠狼拓海跑出来 智幸立马改变路线闪避 拓海则抓住机会从外道挤而过去 并排出完时拓海再次开灯 而在最后一个温道前 拓海比1K9慢一步踩刹车 出完之后 86以V2的优势获得胜利 赛后拓海去问了智幸为何让出路线 智幸说是为了多小动物 但他非常大方地承认自己输了 随后智幸去感谢东堂 通过这场比赛 他回想起了自己的原点 拓海的表现让他看到了以前的自己 一扫迷惘的他决定继续努力 而不是抱怨 其实这场比赛不算东堂的话 应该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再补充一点 那天的比赛结果 梁界并没有放到低计划的主页上 这是顾及到了智幸的身份 接下来是一个小插曲 隔天拓海送豆腐回来时 他还在想着昨天的比赛 如果换成梁界应该可以赢得更轻松吧 在体会过梁界的路线之后 他觉得自己在队里有什么用 此时后面突然出现了一辆 蓝色的斯巴鲁GC8 拓海这时并不知道开车的是文泰 由于后车嫌他慢 再加上拓海昨天比赛的余温还没有退去 所以他就加快了速度 说明下这辆车是正式帮文泰找的 文泰当时还说不要花哨的尾意 在加快速度之后 拓海发现 根本甩不掉 这辆车好恐怖啊 是的 文泰甚至还有可能在点烟 之后拓海就使出了排水渠跑法 结果后车既然也会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出完之后 文泰轻松就抄了过去 不过这并不是回家抢车位 文泰只是在试车而已 小插曲过后是一段体现拓海变化的剧情 晚上拓海去加油站找阿树 阿树这时终于给巴尔加装了涡轮 然后他们和池谷就上山飙了一下 拓海那天坐在阿树的副驾驶 阿树整个人是很激动的 结果这时来了一辆S15 他在迟到印钞了池谷他们 飙车一下就变得索然无味 在山顶时拓海自然而然地说出 增强马力之后车轮系统也要改进 像减震弹簧可以再软一点等等 听到这里阿树他们都震惊了 以前不懂机械的拓海 现在竟然可以给出准确的建议 这就是在第一计划中的成长 此时不知名的S15车主过来拉仇恨 他先说自己是从东京来的 关东大多处赛车场都跑过 接着又调感了一下巴尔和本地飙车的氛围 于是池谷就生气地请他离开 难了S15车主却故意要等池谷他们下山比一下 结果就是他靠车的性能赢了池谷 却输给了开8号的拓海 S15车主大招围 宇宙无敌超级必杀全力刹车甩位 实际上应该就是靠车自身的ABS啊 这段剧情主要体现两个细节 一拓海可以观察分析出别人的驾驶情况 二他懂得配合车子的风格去驾驶 这两点都是拓海增加低计划后的改变 另外文他已经确认要买GC8 接着我们来看下一段剧情 这一段期间的比赛终于没有被减 但是情感上的成分会大于比赛 剧情一开始一个叫严奈公子的女生 正跟好友说着自己的择偶标准 首先要和自己一样开FD 而且要帅还要开得比自己好 讲到这里一猜肯定是奇借 隔天石澳和奇借来奇遇线探查路线 他们在定峰山和公子偶遇 公子是来找遗失的手机的 结果却找到了遗失的美好 手机恰好被奇借捡到放在隔壁的店里 随后奇借下车告诉公子消息 看到奇借的第一眼公子就恋爱了 他心中认定这就是自己的达领 不过我们都清楚在这部作品里 谈恋爱一般都没有什么好结果 奇遇线与D计划的一回战 由邱山盐艳负责下坡 公子负责上坡 盐艳车机一般属于理论派车手 公子上坡实力在这里属一属二 但他这时满脑子都是darling 白天他来不及问奇借联系方式 晚上开车时公子差点因分心而失误 其实他这时是有察觉 自己的车子引擎好像出了问题 不过他为了专心比赛也没有多想 随后D计划来到现场 公子又一次见到了奇借 他这才知道奇借是明天的比赛对手 这仅值就是命运的相遇啊 练习开始前两届特别说明 选在这里比赛主要是为了锻炼奇借 对于奇借来说这段路比较颠簸不大好跑 休息时10号有跟奇借说 之前那个开黑色FD的女孩一直在注意你 说不定她是你的对手 奇借立马表示谁来都一样 她的对手只有这条山路 隔天晚上看过D计划通宵练习的演员说 我们下坡肯定输但上坡有希望 他还为此制定了战术 结果比赛前公子的车坏在路上 奇借经过时又停下来询问 当得知公子是晚上的比赛对手 且他前天就感觉引擎有异样时 奇借开始吐槽自己真的是被看扁了 跟这种不上心的人比赛有什么意思 然后他就上车走了 走了之后公子开始老把赛 他明明很期待和奇借的比赛 结果却搞成这个样子 谁知奇借之后竟然开着修理车过来 他还带了一位维修技师 问题不是很大 把老化的中冷气管换了就行 这一下是不是很加分呢 虽然奇借只是想好好比赛 但是公子已经完全陷进去了 原本炎炎的战术是让公子后追 而现在公子要选择先行 他的意志非常强烈 公子属于靠情绪飙车的感觉行车手 另一边谜语人梁介在出发前 给了奇借一个重要提示 遇到状况时要想象对方是单窝轮 随后比赛正式开始 这场比赛的过程相对简单 直接分成三个部分来讲 首先是梁介 单窝轮改装是技师发现的 在这条路上单窝轮会比双窝轮好开 于是就会达成一种势均力敌的现状 而梁介过一步调奇借的车子 是为了让奇借通过油门控制解决问题 这条路的路面情况很差 踩中油门就会打滑 奇借现在控制油门分为五段 梁介是希望他可以分成十段 也就是更加细微的去控制油门 接着来看公子 他选先行是为了 能在奇借面前全力展示自己的技巧 在他心中这场比赛就是二人世界 毕竟奇借现在眼里只有他一个人 而在这种状态下 公子也确实跑出了更快的速度 最后来看奇借 他确实被公子的跑法吸引了 但他更加疑惑的是 为什么自己会先入苦战 为什么公子跑起来就这么稳定 但温轮又有什么意义 不过没多久 奇借就发现问题在于 踩油门的方式而不是时机 马力再大使不出来也是没用的 适合赛道的马力才是关键 为此他必须更加精确地控制马力输出 而随着精神力越来越集中 有一件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动画展示的方式为 两车尾灯完美重映 漫画是直接写出 他们产生了一时交流 甚至奇借还对公子萌生出了亲戒感 然而在终点前 公子有一个刹车失误 虽然他很快就稳定了车子 但这个小失误 让奇借发现自身关键 但温轮在低转速时很弱 随后在下一个弯道时 奇借轻碰了对手的车子 那一瞬间 公子必然松油门拽方向 这就会导致气缸压力降低 此时低实质的双温轮 会比当温轮更快 因此奇借获得比赛胜利 其实公子的劣势还有一点 那就是他不擅长并排抢车道 结束后 梁介要起借牢记油门控制 回赤城的时候要反复练习 之后就是不重要的下山赛了 炎燕知道赢不了拓海 所以他选择后追想收集情报 而梁介则交代拓海 在到第一个发夹弯之前 让对手跟着 过了那之后就可以甩开了 这样做一方面应该是为了给面子 另一方面也不会泄露太多数据 对了 这场比赛阿设也有来看 下山赛就如梁介预计般结束 结束之后阿设和炎燕碰面 原来这两个人是躺兄弟 炎燕说已经想到对付86的办法了 齐玉献得二回战他们一定会赢 不过这个暂时不重要 比赛期间公子主动搭讪齐借 两个人都互相感谢对方 公子感谢的是修车 齐借感谢的是比赛让自己成长 他认可了公子的车技 然后公子就问齐借有没有女朋友 当听到齐借说没有时 公子就非常开心地离开了 隔天公子跟好友说了这个事情 他第一次想变得更可爱一点 这样大领就会多看他几眼 放心作者不会这样写的 第二天晚上 齐借在赤城山练习 据石浩说 齐借从加入车队开始 就跟之前的女朋友分开了 因为齐借想专心练车 他没有办法分心在别的事情上 随后公子竟然来到这里 他是来找齐借告白的 对话精髓整理如下 公子说他非常喜欢齐借 哪怕只是安静地看齐借练习都行 齐借则则说他不喜欢被人打扰 他不是讨厌公子 如果讨厌直接轰走就可以了 但公子站在这里就是打扰 说完之后齐借就走了 简单解释一下 这就是一段误会 齐借现在要专心地计划 他根本没有时间交女朋友 其实他也觉得公子不错 说公子站在旁边就是打扰 是因为他无法不在意公子 而公子也没有发现齐借的真正意思 不过因为他太喜欢齐借了 所以公子并没有就此放弃 我是玄树 下次就是齐玉线二回战 这次的对手是拉力赛车手 我们下期再见